再來呢我們要示範的是天幕第二種搭法 那我們一樣先走到天幕旁邊 然後天幕攤開之後攤平 然後我們先扎銀釘 然後第二種搭法呢 就是我們銀柱放在天幕的前面兩側 然後一樣立起來之後銀繩往45度下拉 扎銀釘我們就可以完成這樣的天幕 非常簡單的一種天幕的搭法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裡一樣擺碎墊或是什麼 然後躺著休息看書都可以很舒服的 再來呢我們這種第二種天幕搭法的特別地方 就在於它可以擋風 就例如像你今天帳篷搭在這裡 但是風是朝這邊吹來的話 它就可以完全達到一種阻隔風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第二種搭法是有多簡單 就是銀柱立起來銀繩45度朝下扎銀釘 然後我們看一下後面 後面就非常簡單 只要釘一個銀釘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非常的牢固 那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第三種搭法